政壇焦点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接连两天宴请落选立委 勉励大家继续深耕基层 也听取败选检讨意见 有人认为买票和做票 是败选的一大主因 也有人抱怨 选举期间应该拉抬 立委选情的总统候选人 很多地方行程 都不通知立委候选人 中午10分 参选立委失利的民进党选将 纷纷抵达 党秘书长苏嘉全也来了 因为党主席蔡英文 百席要慰问大家 两个半小时的餐序 不止鼓舞士气 落选人也蒙土苦水 我根本还觉得三级党部 这个应该要恢复 因为民党本身 这个地方的组织 都已经很薄弱了 当初毁掉这三级党部 其实是有瓦解掉一些的 基层的战斗力 这一次的选举 其实大家都知道 民进党输在最惨的地方是 对手还是用了老套 买票跟作票 以我来讲 我输了785票 但是废票将近4千票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幸福的一点 这一次选举南部 国民党会权的情况很严重 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跟主席反映过 那我们认为说 以后应该要针对会选的这块 我们要提早做反备 那不能到了选举之后 在选举的最后关头的时候 才就会选在做最后的一个抓会 都已经来不及了 面对选将的不满 蔡英文当场宣示 会选追查 不会因为选举结束而停止 还鼓励大家不要散去 继续经营地方深耕基层 不过也有落选人抱怨 选举期间和蔡英文说不上话 下情不能上达 甚至蔡英文下乡 还以秘密行程为由 不让选区的立委候选人知道 选将的不满 蔡英文坦诚 行程和联系需要检讨 听取各方意见 蔡英文不只要在卸任前 提出败选检讨报告 也为自己的未来买下伏笔 民事新闻 蔡被话蒋宏如台北报道